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26日,星期一,我们要再来看一篇新闻吧,就是加拿大宣布向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我还是先来读这篇新闻,完了之后我再追加一些评论,加拿大宣布向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这是特鲁多周一26号表示的,路透社报道,特鲁多同时表示,加拿大也将从中国进口钢铁铝征收25%的关税, 另外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电动车以及相关产品进行了为期30天的一个公众资讯,使其与美国欧盟保持一致,预料将于预期将于一个多月后这种开始征收关税,美联社报道,特鲁多表示中国的行为使他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不公平的一个优势,特鲁多政府今年夏天就中国贸易议题 做出了为期30天的一个磋商,针对中国企业在全球公用中过剩的一个问题,早期美国欧盟委员会宣布计划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更高的一个进口关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于25日与特鲁多政府会面时鼓励加拿大效仿该作坊,目前进口到加拿大的中国电动车主要来自特斯拉, 该公司的电动车与上海工厂生产,另外加拿大没有销售或进口中国品牌的一个电动车,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更多的只是具有一些象征意义吧,为什么来说呢,就是说沙利文过去了,就是美国过去了,对吧, 加拿大嘛,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自主权,他跟去美国一个协访的,加拿大没有这个军队,所有的都得听美国的啊,美国说,对吧,你看我们美国和欧盟都开始要对中国的,开始打压中国的这种电动车了,你怎么着,你不得跟进一下呀,对,然后特勒多就,就,就只是表示一下吧,对吧,好吧,那我们也跟着你,呃,表示一下吧, 虽然我们也不进口中国的一个电动车,中国的电动车也没有在加拿大销售啊,然后对于那个特斯拉就,就更好说了,对吧,他,他不把上海的那个工厂生产的挪过去就完了吧,对不对,他在,呃,他其实在美国还有产能的啊,呃,他美国估计会产Model X, Model Y,或者什么样的,呃,如果说他需要的话,那他也可以,也可以产Model 3的,或者是说他可以从德国这边生产的, 你就是Model 3直接运过去啊,呃,其实特斯拉也还好啊,不会对他们都有影影响太大,但这个事情呢,其实说还是说了白了一个问题啊,中国其实,呃,这些西方国家,他们还是穿一条裤子的,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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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吧,呃, 这个事情也其实给中国敲响一警钟啊,很多的时候,呃,对吧,你不给别人活路的时候,那你肯定,对吧,别人他也就会,呃,用各种方式来给你找不痛快,啊,呃,呃,这,这,这都很难说,那你中国国也没办法呀,对不对,那我,对吧, 其实他们说白了,说是中国那个政府补贴,对不对,那政府补贴是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那后来政府补贴不补贴了,那么补贴了,中国政府是补贴了电动车的企业很多钱,那很多,很多企业还骗了中国政府很多很多的钱,对不对,他就倒闭了呀,那剩下的这些企业,对不对,他慢慢的就发展起来了,呃, 这些企业我觉得更多的是得益于特斯拉,特斯拉公布了,公开了很多的专利,让,让,让那个,那个什么,大家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呃,当然是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帮助嘛,对不对,他引进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呃,非常,就是说重要的一环吧,你把特斯拉引进去了,对不对,他带来了先进的技术,那个,呃,就管理理念呢,连工人都是训练,他都是为中国电动车真的是发展起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呃,但是中国电动车起来之后,对不对,他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和规模化的一个效应,对不对,你,你,你如果说德国,比如说丹麦造一个车,那只工丹麦造的,那你每个单车的成本就非常高的,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中国只要生产线弄出来,哐哐哐哐他造的话,那,你造的多了之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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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市场够大,那他的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你规模起来了之后,他就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中国开始现在电动车,其他的国家根本就没办法竞争,因为他太便宜了,又便宜又好用啊, 这中国这种电动车,车起卷得又厉害啊,嗯,所以这几个国家,我估计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还是很难竞争的过,嗯,加了关税,其实也很难竞争的过吧,嗯,这就是这个样子,嗯,就是跟原来你,对吧,你,你德国或者是美国产的汽车一样,你也很难竞争的过,对不对,嗯,但感觉, 这场贸易战又要开始了啊,嗯,我估计中国也得有反制措施,对吧,中国对欧盟有反制措施,对吧,我们之前也说了,关于什么奶酪啊,奶制品啊,甚至还有什么猪肉啊,对,都,都让丹麦躺枪了啊,但,但针对于这种加拿大的话,其实他肯定也会有反制措施吧,啊,嗯,反正越来越多受伤的董事老百姓,对不对,你让中国这种便宜的车进去多好,啊,这个全球的 气候问题就解决多少,啊,这,嗯,就是碳排放量减少多少,啊,然后其他国家的这种便宜产品,中国,对吧,老百姓,对吧,也想买,那多好,现在呢,非搞这种贸易壁垒,对不对,跟原来到了大清朝一样啊,现在只不过是变换了啊,以后中国跟他们打完了,打一仗,打完了,如果能打赢的话,那就是说啊,估计得跟加拿大 或者是欧盟给我说,你得给我开放口岸,啊,不能给我增加关税,我们要平等贸易,啊,估计他们,被他们的薪酬条约,或者马关条约的时候也是啊,开放了某某某某某,开放了什么温哥华,啊,开放了什么洛杉矶,什么,什么样的通商口岸,啊,从此让大家平等的贸易,啊,真是几十年合同,几十年合习啊,所以说其实中国发展还是, 在未来几十年其实还是挺有竞争力的吧,好吧,这里讲到这里,谢谢大家。